蔡云,业余爱好者打球一定别喝茶矿泉水也不能喝,到喝甜水北京时间8月5日,2018年羽毛球市锦赛决赛日,中国体育直播间迎来前国语巨星蔡云,第一场女双决赛,日本组合松本麻幼泳源,和可纳对阵队友辅导游记广田采花,已经退役的前国语奥运冠军蔡云,在解说中介绍,那一些羽毛球爱好者打球, 应该注意的是像,场上球员暂停的时候再喝水,蔡云就说,我们业余爱好者要注意,打羽毛球一般不要喝矿泉水,我们专业球员就只能喝运动饮料对的水,矿泉水会带走你体内的微量元素,越打越累,接着他又立即说,我们有些业余爱好者朋友,喜欢打球的减细喝茶,千万别喝茶,茶是利尿的,越喝体内水分损失越快, 打羽毛球,茶,咖啡,都不要喝,蔡云建议说,业余爱好者打球的时候,最好准备一些有能量的甜的水,可以补充水分的同时,也为自己补充一些体力, 8月5日决赛赛程,13,00女双,松的麻油永园和可纳日本VS福岛游记广田,采花日本14点混双,正思威黄雅琼,中国VS王一绿黄东品中国一,五点女丹,马林西班牙VS新德湖印度16点男丹,十与其中国VS, 陶田贤斗日本17点男双,加存建议员田起雾日本VS李俊慧柳,宇晨中国中国体育直播,CHIBO.TV,正在全程全场次直播,2018羽毛球式锦赛,8月5日,独时蔡云正在做客中国体育直播间,揭说五场决赛,与球迷们一起为国语加油。 加油。